海贼王里实力被夸打最严重的人。一拳秒杀赤犬,三招团灭四皇。 在海贼王里,海军大将和海贼四皇被公认为实力矗立于世界顶点的强者,然而即使是他们见到同级的人也因忌惮而给予尊重。 不过有这么一位人物,他的身份地位并不出众,却能秒杀海军大将和四皇,不把天龙人当人,所作所为够砍一百次头,而世界政府却对他毕恭毕敬,那就是卡普,他何德何能有这种待遇。 卡普的故事简直比主角更主角,当年在神之谷,卡普和罗杰联手,粉碎了世界文明的洛克斯海贼团,仅以两人之力,就把实力惊人的洛克斯加上年轻力壮的白胡子,大妈。 卡普等人击败,卡普也因此获得了海军英雄的称号。 前海贼王罗罗杰被他追逐到处跑,多次陷入绝境,传奇海贼金狮子也被他和战国联手抓获。 以投影出名,撞开兵之大陆的青椒,被卡普一拳把头锤扁。 顶上战争时,吃黄元八尺穷勾玉不掉血的马尔高,被卡普一拳打飞后也在起不能。 比起他的战绩,他的性格和举止更让人目瞪口呆,救下了天龙人后,他直言不讳地表示自己没有救这些废物的义务,当住加盟国国王的面骂天龙人是垃圾。 他的儿子龙是世界最大反政府组织的领头人,被称为世界上最危险的罪犯。 他的孙子鲁飞作为漫画的主角,是新时代最引人注目的海贼,攻陷司法岛,烧了旗子向世界政府宣战,而塔普时候却轻描淡写地说看在你是我孙子的份上这是就算了,象征性地追击一下玩世,所有人包括大江也都是若网文。 陆飞攻陷大监狱引发史上最大规模的越狱后,塔普反而哈哈大笑说不愧是他孙子,随后陆飞把世界政府三大机关转了个遍,参与顶上战争救海贼王罗杰的儿子艾斯。 这一切事件都没有对塔普产生丝毫的影响,世界政府从未对他追责,他温坐海军中将的位置安然无恙,而且可以接触到海军的所有机密,世界政府反而多次邀请他救人海军大疆,但屡遭拒绝,塔普平级的就是自己的绝对实力。 还有很多人质疑塔普实力的人,认为他没有办法杀掉赤犬,答案其实显而易见,并上战争时赤犬能活命多亏了战不拉住了塔普。 首先从冥王上说,卡普坐在处形台上毫不避讳地表露出痛彻心扉的样子,更是随意地坐到大江中间的位置上。 所有人却都认为理所当然,在战斗中放任鲁飞就走了艾斯,还想独打同事要了赤犬的命,然而海军从上到下,包括吴老兴都没人表示不满。 反观赤犬,顶上战争里表现最积极,亲手阻击白胡子,手刃艾斯,还为海军威宁,然而想拿到元帅的位置还得和亲智打个十天十夜。 在吴老兴面前,赤犬被怒斥你的面子算什么东西,颜面扫地。 从战力来说,白胡子以风中残烛丹的身躯,差点一击把赤犬打成纸片,虽然从结果来说赤犬还是赢了,但是他也身负重伤,卡普的实力最少匹敌白胡子, 所以当时他盛怒之下杀了赤犬泻愤是完全不在话下的。 你喜欢这个视频吗?希望你能有一些放松和娱乐的时刻。 立刻分享出去让更多人知道吧。并且不要忘了留下一个喜欢,订阅我。再见。